杨硕,这位曾经因精湛演技和迷人魅力而备受观众喜爱的演员,近年来却频频陷入舆论的漩涡,从公开抗议将心令到被指大男子主义,再到被贴上油腻男的标签,他的形象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溯到2017年,当时杨硕因对将心令的不满而选择了罢工,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异乡人剧组的停机,虽然事后他发表声明表示已同意将心,但剧组方面仍未支付片酬,这才导致他剧眼。 这一解释并未得到网友的普遍认可,很多人认为他是在为自己的高片酬找借口,这一事件让杨硕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打击。 他开始被贴上了耍大牌,不顾全大局等标签。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杨硕又因为一些言论和行为被网友质疑大男子主义严富人设演得太过,他在一些综艺节目中的表现被指过于强势,对待孩子的方式也被认为过于严厉。 这些争议让他的形象进一步受损,很多人开始对他产生了反感。 2017年,现新令发布,对娱乐圈高收入进行规范。 然而杨硕却丝毫不懂得避其锋芒。 杨硕与王霓文的爱情故事始于2008年。 两人相爱几年后秘密领证,欲有一儿一女。 为了事业考虑,他们一直为公开已婚身份,也为举办婚礼。 到2018年,杨硕为弥补对妻子的亏欠,在事业小有成就后,为他补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婚礼的喜悦氛围并未持续太久。 领证后不久,网上爆出疑似杨硕与女子的聊天截图,转账记录和怒骨的聊天内容引发网友热议。 尽管杨硕工作室迅速辟谣,但舆论风波已难以平息。 更让人心疼的是,王霓文在整个事件中始终保持沉默。 当妻子王霓文提议让婆婆为丈夫做饭时,杨硕生气地表示母亲不是保姆,认为妻子应该多分担家务。 这一言论让观众对她的形象再次打上问号。 虽然曾经因为感情问题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但好在她并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选择重新出发。 对于杨硕来说,父亲的教育方式曾经是她最痛恨的。 但如今,她却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成为了少时最讨厌的人, 这也许是一种成长的代价。 但也希望她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更好的面对未来。 杨硕是一个有才华,有潜力的演员。 虽然曾经遭遇过挫折和困难, 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她会继续沉淀演技, 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